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最近川普的穿雨露针对疫情的 第一个呢 他说戴口罩现在是爱国的行为 还记得吗 一两个月前川普是敌死不从戴口罩 说干嘛要戴口罩 美国又没有死那么多人 干嘛要戴口罩 现在讲说戴口罩是爱国的行为 第二个他现在又来讲说 美国疫情在变好之前 可能会变得更糟 显示白宫现在开始向疫情低头了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将近400万人确诊 这是有检测出来的 没有检测出来还不知道有多少 可能几千万人都有可能 而且死亡人数也在攀高 住院人数也在攀高 那经济的复苏啊似乎又感觉起来有停顿跟无力的状况 那以及呢这个CaOS法案的 每个月600块美金啊 这现在目前有2500万人在领 每个每个礼拜600块不是每个月 一个月领2400块美金 这个很多的你各位可以算一算 都不用工作可以领2400块美金 那这个在7月底会到期 所以说现在问题蛮多的一罗矿 那再加上最近又是财报公布的时间 那财报有好有坏 比如说像是微软公布出来财报 那公布出来之后股价是盘后是很明显的下挫的 那微软的财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以及美国现在疫情跟美国的经济最新的状况 这我们赶快来 我们赶快来请教康和投顾的产品研究部的黄一婷 黄副总 黄副总你好 微软第四季的营收是超出预期嘛 那为什么盘后它跌了超过3% 3%对微软讲是很大的一个动作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股票 属于属于大的 基本上来说的话 老实讲投资人对微软蛮严格的 相较于对特斯拉来说的话 其实对微软是非常的严格 因为微软第一季角出的财报相当不错 三大部门营收都成长 第二季的财报其实也不算差 但是投资人或市场在评估的部分 会认为说它的营收成长 老实讲是集中在特定的一些的 一些的sector 就是特定的一些 它的产品项目或它的服务项目 整体来说的话 市场是评估说 似乎不是这么的平均 就是某一些特定的领域 是受惠于疫情之下 所带动的一些可能线上的需求 或是它的所谓的微软云的部分 就云端服务的部分 但市场对它是非常严苛的 认为说它应该要有更全面的一个成长 或是更全面的一个营收的动能 这事实上老实讲 因为毕竟微软今年以来也长了一大段 特别三月以来也长了一大段 所以这有一种趁着财报公布之后 一些利多实验也好 或是说短线上没有再更高的预期 所造成它在盘后的一个回档 那会不会动摇到整个建崖谷的股价呢 整体来说 其实短线上到目前为止 其实市场氛围还是非常的疯狂 我用疯狂来形容 的确是如此 就是说好消息也长 其实坏消息即使回档之后 还是继续的停歼 例如说像Snap公布财报之后 或是像是上周 其实Netflix公布财报 很明显不如预期 其实大盘或是说科技股的 NASDAQ指数有受到一些压力 但很快一两天之后又回复上涨的动能 所以基本上来说 目前市场油脂还是非常多 所以造成投资人有一种 害怕措施上涨的一个心理存在 所以把任何的回档都挡住 一个买进的一个契机 所以造成目前的一个短期的现象 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并没有看到 整个建崖谷或是科技股 要休息的状态 特别像 其实另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就像昨天公布的德州仪器 所以其实德州仪器的财报 是很亮眼的 那甚至他下一季的一个营收的预估 他也表明了就是他的订单能见度相当的高 那德宜是半导体很重要的一个领先指标 那假设他还是相对乐观看待 未来一季的一个表现的话 基本上其实整体的半导体行业 并没有看淡的 或是未来一两期没有看淡的一个理由 所以整体上对于科技股 或是对于尖牙股来说的话 老实讲目前我们并没有转趋悲观 或甚至转趋中性的一个看法出现 好 那微软最主要他可能盘后下跌原因 是因为他的云端部门的营收的年增率 年增率 从上一季的59%放缓到47% 其实也是很强的 对啊 但是市场就是不买单 就认为说你这个云端是你最重要 现在目前的增长动能 对不对 结果你居然是营收增长放缓 所以说导致他盘后股价跌3% 但他盘后跌3%不代表他今天 收盘会跌3% 不一定 说明他今天开地走高都有 开地走高也是有这可能性 对不对 就像你讲的 现在目前美股的氛围是 很强劲的多头的氛围 其实有个老话 就是行情往往是在 宽心鼓舞中结束 那现在其实渐渐的有一种 宽心鼓舞的一个状态 那这是一个投资心理的一个反射 那但是通常这种 很多人会把解释成邪恶的地骨 我觉得它很明显的跟基本面相背离 甚至跟预期都相背离 那很多 做基本面研究的投资人 或者是说一些 做比较长期的ex altercation 就是资产配置的投资人 特别机构法人 在这一波三月来的反弹 基本上空手也好 甚至有些人还做空的 还是一大堆 那反而这一波的上涨 很明显就是 所谓之前被人家所 瞧不起的一些 所谓罗宾和投资者 或者是所谓的 笨蛋钱 那种很小的散户的钱 是大获全胜 所以这反映的是 当前 虽然股市的龙井 目前看起来并不会很快的退散 但投资人还是 必须要去有一种 相对提防的一个心理存在 毕竟最近的一个涨势 的确是不是很理性的上涨 所以有一些逢费草动 会出现拉回 也是很必然的 只是短线上 并没有一个驱动因子 能够大到扭转短线的 一个情绪出现 甚至像美国要把 要强迫中国 把他在德州的总理事馆 关起来 市场的反应也是 手手而已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事件 就外交来说 基本上已经是 严重 直接挑战对方的 一个挑衅行为 而且中美这么两大强权 出现了一个 政治面的一个冲突 但其实市场的反应 却是这么的平淡 老实讲 对于这样的一个吉祥 就我个人来说的话 我会抱持比较 比较悲观 至少是谨慎的一个态度 毕竟说 当前市场行为 是相当不理性 好 那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在周三美股盘后 也公布了第二季财报 这个实现了连续四季的获利 所以特斯拉已经确认 可以纳入标准 对 标准博来500指数的成分股条件 但能不能纳入 还是要看标普 那他主要是受惠 削减成本成功 跟销售强劲 那抵消了疫情 对工厂关闭的影响 那特斯拉盘后的股价 是涨了4% 那特斯拉 连续四季获利 那这个消息 对他当然是正面的 而且马斯克预估 今年 他的电动车销量 会维持成长的 很强劲的一个成长 比去年至少成长36% 全球总交车数可以轻松突破50万辆 那特斯拉周三又重申了这个目标 就维持全年的销售50万辆目标不变 但是他今年第一季的交车 好像才9万多辆 对不对 所以说到后面就要加把劲 可是看起来特斯拉最近也是一个很强力的动能股 股价已经供到16700块美金 其实就特斯拉来说的话 市场还是给他一个本梦比的一个评价 就是他的获利虽然也已经失去获利 老实讲他的本益比算起来是天文数字 那的确特斯拉是改变了一个汽车业的生态 但终究了他最终还是要回到他的基本面 只是现在他还是一个本梦比的阶段 那当然特斯拉的马斯克是一个非常会marketing的人 我必须这么说 就是说他在昨天公布财报的时候 事实上他也有highlight他接下来的一个超级工厂的计划 因为第一季他的交火很明显 说要限制很明显的原因 就是来自于说第一季疫情的冲击 让美国的一个工厂出现lock down 就是他被迫要停止生产的一些 想造成他供货的一个困顿 那所以他就现在来说 他上海正在盖他的新一代的超级工厂 那同时他昨天也宣布要在柏林盖一超级工厂 当然这还在计划中 那除此之外 美国也要做第二座的一个超级工厂 所以基本上他还是去编织他的一个电动车王国的大梦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特斯拉假设你只是帮助当一个车厂来看的话 老实讲他就是还在生产当中 有很多东西还不是相当的成熟 就汽车这个面向来看 但是他在一些电源管理也好 或者说新一代的一个电源电池的运用 老实讲他是投注很多资源在这边 这也是市场会给他这么高的一个本盟比也好 或是相对比较高的本益比很重要的因素存在 市场对他看法蛮两极 有人说特斯拉股价会跌回400 这不是有人说是美国的投资研究机构说 他们看空特斯拉股价跌回400 但也有人说特斯拉会到8000 400到8000 差距是非常大 所以就是从不同的面向去切入它 但特斯拉现在的市值是 全世界前四大车厂的总和 就是说他的市值是丰田加本田加法拉利 是 非常的近 听众朋友你想想看 Toyota加Honda 然后再加法拉利 这三家公司架起来的市值 大概就等于特斯拉的市值 是 夸不夸张 很夸张 一个一季交付9万辆车子的公司 其实这样子科系股市值很集中 或是市值很庞大的现象 老实讲对大盘来说并不是这么的好 以五大奸牙股来说 其实不包含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还不在S&P500里面 五大奸牙股占S&P500的市值的比重 其实已经超过接近了25个% 就接近四分之一 那S&P500是500大成分股 这五档客股就占了四分之一的全值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台股也是一样啊 台股现在的权重是23% 将近24% 第二名的鸿海是有3% 是 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谢谢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今年不管你在台股在美股 你做空的人就是一路杠股 共股 一路敲规 然后你做多的就是一路赚钱 一路大获全胜 那这种形态会改变吗 讲实在的你说三月那一波做空 讲真的 你说三月那一波做空你要赚钱 我觉得也不容易 因为太快了 因为他太快跌了 十几二十个交易日 他就跌掉整个波段了 那你说你做空你能放在最高点 我也不太相信 没错 对不对 那你说我补在最低点 那不要给我骗了 你又不是神 是不是 那问题是说你如果说 看这个全世界经济很差 然后也不敢 也不敢做多 甚至你去放空的 被嘎到现在是嘎到爆了 那没有做到多的人呢 心里也很 叉叉叉 你看股市涨那么多 我居然是没有赚到这个钱 心里面也非常的 非常的难过 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 往往人性是这样子 往往人性是这样 就是说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你该赚到的钱 你没赚到 比如说一档股票 你昨天卖掉了 他今天涨停板 你那种痛苦 你那种懊悔 跟那种懊上的痛苦 其实比 比你亏掉的钱 你那种痛苦还要痛苦 人性很怪 有没有对不对 黄副总是不是这样子 人性真的很怪 你没赚到就算了 但是你那种痛苦的程度 可能比你赔钱还痛苦 这个是我自己的感觉 因为我最近就错失了一档 我觉得他涨停板 就一定要把它卖掉 我觉得很叉叉叉 好我们继续来访问 康克投顾产品研究部的 黄一婷 黄副总 那美股到底见顶了没有 因为我看到 今天有一个消息 就彭博报导说 市场三月份 见底的时候 正确买入的企业内部人士 现在正在获利了解 根据这篇报导说 最近有千位的企业高层 在本月份卖出自己公司的持股 跟内部的买家比率 是达到了5比1 过去30年这个比例 就是卖出买进的比率 只出现过两次比现在高 而且都是头部 这个指标准吗 Buyers 20的Sales Buyers 20的Sales 这个指标 基本上来说的话 如果对照过去两三次 其实过去两三次 到接近目前这样的水位 就是内部人卖股跟买股的比率 来到这么高的 当然现在是过去30年的第三高 但前两次接近这样的水位的时候 事实上都是短线的一个相对高点 那当然它不会是马上反应 但是也会是暗示着 投资已经到了 市场已经到了相对的 比较高的水位 其实上一次到相对 目前类似这样 比较高的水准是今年的1月 但大牌还是涨到2月多 到3月之后才出现明显的回档 再上一次是2018年 2018年就是2017年的股市大涨之后 在出现贸易战之前 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形出现 那贸易战之后股市就出现下跌 但基本上 当然这是一个警讯 或是一个可以提醒我们的一个讯号 但事实上大盘要出现扭转 还是要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的力道 才会扭转投资人的一个心理 特别是短线上来说的话 的确就是由心理面或信心面 在主导盘思 那什么情况之下 这个信心面或是情绪面 会有所转折呢 那就是一个值得大家去探讨的 对 这个转折也要很大的事件 对 那短线上可能投资人要留意的 就是7月底 因为7月底 第一波的一个前面主持人提到 那个每周600块的补贴要到期 那当然两党现在还是在卯足全力的 要去推下一波啦 那必须有选举的一个考量存在 那只是两党目前的版本 老实讲落差蛮大的 其实共和党比较倾向的是补贴缩减 就是说每周600块减到每周100块 但是延续到年底 那但是呢民主党呢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挑战方嘛 所以他提出的是要接近维持当前方案 然后甚至希望能够跨到明年 那当然这两个规模就差距非常大 两党的落差也非常大 所以目前老实讲 其实还是看不出个很明显的征兆 川普说要降那个工资税 对啊降工资税 他如果说如果你不降工资税 这个法案不包括降工资税 他不签啊 是 所以他又有他的自己的看法 那降工资税的话 老实讲是民主党是不会接受的 那现在两党就是呈现两党分子 甚至共和党内部也很多人反对啊 对于财政状况会是一个致命性的冲击 美国财政已经不是很理想 所以长远来看的话 降工资税可能会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所以假设到7月底 这个接续的方案没有出现 然后两党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公司的话 市场有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回档 7月底 可是我那天看CNBC的报道说 共和党内部人士说 这个新一轮的刺激至少到8月 7月底不可能达成协议 所以7月底没法达成协议的话 短线上市场会有一些情绪面的转值 有可能出现回档 但这个回档可能不会太深 毕竟市场的一个资金还是非常的宽松 再加上说联准会又纳入了两位新的理事 是非常隔派的 川普的爱讲 所以联准会的态度还是非常的隔派 甚至会更隔派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股市其实要出现 例如像3月份这种大跌 老实讲不太可能 短线上S&P500 能够触到3000点 就已经算是相对比较明显的回档 3000点会非常关键 那在大选之前的话 也不太容易出现一个很致命性的回档 毕竟两档在选举的考量之下的话 都会端出很多的牛肉 所以市场上的炒作题材 很貓美的用炒作这样一个说法 这个炒作题材还是很多 所以市场在大选前要出现大跌 这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选后也不一定了 选后如果是拜登当选的话 恐怕股市就很难撑了 拜登当选的话 股市目前的肯定大跌了 至少会先跌一段 至少会先跌一段 当然拜登算是传统派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意外比较少 所以长期而言的话 不见得对股市是这么的负面 但他很多的立场跟川普 是完全相反的 那最后几分钟 我们现在操作 包括资产配置 我们应该以什么方向为主 基本上来说的话 目前其实对于股市来说的话 其实疫苗是很重要的一个题材 那疫苗目前来看的话就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炒作题材 但疫苗目前看到的状况 看到公布的讯息都算是正面 当然下一波的一个测试 就需要更大规模的测试 也会去针对可能对于疫情比较敏感的一些人士 可能老年人或是有慢性的人去做测试 毕竟这样的测试是有必要性的 但是在过程当中的话 投资人或市场还是对于疫苗的成功 会有所预期 所以在此之下的话就是 疫苗假设能够顺利的去开发出来 那有一些行业就是原先受到疫情冲击比较大的 就是情绪敏感度比较高的行业的话 就会有所机会 在这样的一个预期心理之下的话 还就会有所表现 那的确也反映在近期的盘势之上 其实如果看最近三个月 排除了科技股之外的话 其实有几个类股族群表现是意外的好 第一个像是循环性消费品 循环性消费品事实上在三四月的时候 是被种作一个类股族群 循环性消费品 那几档代表股吧 就是一些跟 不是那种必须营销费 不是像是什么那个 我马这种的必须营销费 而是那种循环性消费品 其实最近的一个表现 就整个类股族群来说的表现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其实是蛮意外的 毕竟它受创最严重的 第二个来说的话其实像是 像GAP最近就表现得很好 就算是一个 其实它并不算这么的循环性 因为它相对便宜 但其实有一些精品股最近的表现也不算差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那些反而是比较 跌很深的那些疫情受害部 原物料最近四个三个月表现 谢谢 谢谢